讲完MAX的基础知识之后 这一节课我们来讲一下CAD的实图整理和导入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CAD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张亭子的图纸 在这张图纸里面有亭子的底平面 天花镜像平面和一个亭子的亭顶平面 平面有了之后我们会看到亭子的一个立面 这个是个铺面图 再来会看到亭子的一个立面图 旁边有一些标注和一些大样 这些是提供给施工人员用的 在我们建模的时候 我们会将标注的数据进行清除和整理 以便于更清晰的观察我们要建模的一些东西 在这里我们来开始整理CAD 对标注进行删除 保留CAD的我们需要的CAD 这些标注都一一进行删除 删除的时候仔细一点不要加 我们需要的东西删除掉了 这是亭子的底平面 我们再来看这个镜像平面 再来整理停顶平面 停顶平面 停顶平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灰色的条 这些是设计师填充的一个材质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删除 整理完平面之后 我们再来整理我们的立面 同样的将标注删除 在这里进行删除 再来整理 再来整理 这里面 这里我们将填充的瓦片进行删除 整理好了我们需要的平面和立面之后 我们可以对其进行一一写块 写块的方式是按键盘的W键 再按空格 选取我们要的对象 再按空格键 选定一个路径 进行块的导出 我们先删建一个文件夹在桌面上 明明CAD 第一平面 这里的标注名字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更改 W空格选中要的对象 再按空格 点路径 仰视图可以写个W空格 顶视图 然后我们再将立面进行形块 剖立面 正立面 写块好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将CAD进行关闭 不用保存 因为它的数据待会我们还有用 然后我们再来重新打开这个CAD图纸 来观察它的一些数据 在制作的时候 可以方便我们来观察 整理完CAD之后 现在我们来对MAX进行一些设置 这是MAX打开之后的一个初始界面 在这里我们先将捕捉切换到2.5为捕捉 在之前的课里 我已经提到过 建筑常用的捕捉是2.5为 我们也可以在角度里面设置一下 将角度设置为平时常用的 我习惯90度 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习惯的进行设定 也可以设定30度或45度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对捕捉的点进行一些设置 顶点端点或终点我们都可以进行设置 然后我们将光标的显示勾上 然后将捕捉动结的对象勾上 然后将轴的约束勾上 还有橡皮筋勾上这些都打散勾 然后就可以了 设置完这些之后 我们还要对MAX的单位进行一些设置 在自定义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单位的设置 在这里我们将单位统一设置为 毫米 这边也设置为毫米 然后直接点OK就可以了 设置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将三个网 进行一个隐藏配合键盘的基建 这样MAX已经设置好了 对MAX进行完基础设置之后 我们开始导入CAD 我们将整理好的CAD先导进我们的MAX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顶视图进行放大 在文件里面选择导入 找到我们刚刚写块的路径 在桌面上 导入底平面 导入之后 我们能看见我们的CAD已经导进了MAX 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层组的管理 我们能看到它们是由几个不同的物体组成 在这里我们要将它成为一个组 我们选择乘组工具 成完组之后 它们可以一起移动 乘组之后 我们将它的坐标 归零到我们的MAX中心点位置 在这里我们可以打开基键 看一看我们的中心点在什么位置 现在中心点在这里 CAD在离它很远的位置上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选中我们的CAD进行一个归零 在屏幕的最下方的正中 有一个XYZ轴的一个坐标组 我们只用将鼠标的右键放到键头后 按鼠标右键点一下 它可以直接归零 在我们的MAX的中心位置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三个网进行隐藏 归好零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组 进行一个层的管理 打开我们的层工具 然后为它创建一个新层 写平面1或者底屏面 然后对它进行添加到我们的层 然后可以对它进行一些 比如说冻结 冻结后的物体是不能进行选择的 也不能进行修改 或者是隐藏 隐藏之后物体会消失 也可以取消隐藏 打好我们的第一张平面之后 我们来接着打第二张 同样的 在文件里面选择导入 可以导入我们的仰视图 直接点OK 同样的我们选中仰视图 对它进行一个层组 层组完之后 对它进行一个坐标0的归0 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按 领视图的快捷键T 再按最大化显示Z 它就可以显示了 归0之后我们能看到 它已经自动对齐了 我们下面的一张CAD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只要对它进行 层的管理就可以了 创建一个新层 写上养视图 这里的名字也是根据 自己的习惯来编写的 对它进行一个添加 可以对它进行冻结 或是隐藏 然后我们再来导入第三张CAD 顶视图 同样的选中它 对它进行乘组 然后坐标0的归0 顶视图TZ最大化显示 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 它会自动对齐了 下一张图的中心 下面图纸的中心 然后直接可以对它进行一个 层的管理 试图 添加进来 冻结 倒好平面之后 我们可以接着再开始倒地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多余的 影响我们操作的图纸进行隐藏 我们可以将底视图 和仰视图进行一个隐藏 只留下最底层的平面 然后我们再来导入我们的立面图纸 我们可以先导正视图 或是剖面图 我们可以先导剖面图 导好之后 同样的选择它 对它进行一个乘主的管理 然后对它坐标进行 归零 完了之后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 它的位置和我们 有些不一样 归零之后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将它对齐就可以了 我们能看到柱子和柱子的位置 进行一个对齐 对齐之后再来观察一下 大柱子是下面的这一圈 上面的这个小一点的柱子 也对齐了 再来看右边 同样的都对齐了之后 我们将我们的CAD进行一个旋转 按E快捷键旋转 让它垂直于我们的平面 完了之后 我们在前视图 前视图的快捷键F 让它们的水平线对齐 我们可以来看看它们的水平线 水平线对齐之后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移到后面去 我们在用户视图 WAT加W里面来观察一下 让它垂直于我们的平面 形成一个三维的一个视图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层组 创建一个层 可以写立面 一 对它进行 冻结 然后跟着我们来找 我们的第二章立面 在领视图上 来看看我们的第二章立面 选中它之后 对它进行成组 中心点的归零 完了之后 我们将它放到我们的另外一侧 可以用旋转工具 我们前后的视图已经有了 我们只需要左右的视图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放它旋转一下 让它放到左右的位置上 同样的来对齐它们的柱子 向下面的柱子对过来 对齐之后进行一个观察 在这里我们开启捕捉功能 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捕捉到 我们的物体的 可以点对点的捕捉 这个点捕捉到这边 在这里一定要开启捕捉功能 才能精确的捕捉到对应的位置上 然后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次旋转 让它垂直于我们的平面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 左视图L Z 然后让它们的水平线相对齐 对齐之后我们可以在用户视图里面观察一下 现在让它们的平面和立面形成一个 违和的一样的形式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层的管理 创建 测力面 对它进行冻结 处理完所有的CED之后 我们可以将空层进行删除 这样我们的CED 导入MAX的这个步骤 就基本完成